好這是2020 12月22日的 這個案例 案例研究 那我之前有講用月K來看均線 就是月K的均線如果多頭排列 股價會不會賺上去 不過後來我就去翻一下 好像不完全是這麼一回事 像這個長榮行 長榮行這個20均線往上走 結果他就還是灌破 那這個 60 120還是往上走的時候 然後 他就這樣盤 然後有跌下去 可是他這個 60均線一直往上走 所以後來他又被賺上去 然後 跌下來 然後就一路盤跌了 就站不回去了 所以 他最後的 60均線 往下走 就是 算決定他成敗吧 可是你 預期這個 會拉上來 也沒有拉上來 所以 感覺這邊 就沒有 很準確 然後 然後 葡萄王 這是以前的 那我們看 比較 久的紀錄 可能這種 乖離過大 就擋不住了吧 會不會是這樣 像這個 乖離過大 20均線 你如果在那邊接 然後再灌一次 這邊就幾塊錢 六七十塊錢 20均線擋不住 然後 120也是 直接灌破 你看 這邊走平 他還跌那麼多 這邊跟這邊差很多 跌一半 這邊也是腰斬 所以 我之前講那個什麼 光寶科 南電 石泉 這些案例 就是 月K 週K的 均線多頭 就是他會 往上走 可是 就是如果跌破 但是他的均線 未來是會往上走 會把它轉上去 其實是不一定的 像這個 葡萄王就沒有了 這邊就 破功了 可能那個年代 不一樣 還是這樣 這也是月K 這看起來就 不知道說什麼 少來少去 看還有沒有別的標的 這也是啊 這也是啊 不過他有跌到20 有算 指紋了吧 因為 他們這邊都在扣底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 跟現在 不一樣 看有沒有多頭 失敗的案例 反正 我以為我 找到那個 月K 應該是 可以靠 這個方法 結果 也沒有 也是有 很多 失敗的例子 像這個 你看這個 120往上走了 60也是往上走 這是月K 結果他還是 跌下來 灌破 拉上去 再跌下來 可能有這個動作 拉上去 如果再站不穩 那就沒救了 應該 這麼說吧 就是 這個方法 也不是 完全準的 不會有 失敗的例子 失敗的例子 可能有機會讓你跑吧 但是 你應該買到這 就是死定 你買20 跌下來 你預期 這個 均線往上走 會反彈到 這裡 結果沒有 就掉下去了 所以 還是要避險 這個 像這個 不是百分之一百準 就 只能靠避險 沒別的辦法 所以 還是要 對沖 這不對沖 避不掉的 像這個 文頁也是啊 看這一段 往上走了 掉下去 結果 還往下掉 後 後來要賺上來 就 這邊也差很多 你看這個 120 還不走 可是 跌破還是有跌破 蠻多的 要單邊 這樣 爆 賺很多 似乎沒那麼簡單 像今年 陽明 這個 好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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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 紅海也是 這個 60 往上走 120 往上走 結果他也是 破了 雖然有回 回上來 然後又 破 應該說 破了 又回上來 站不上去 就 就掛掉了 不過這個 破 190 這也殺很深 快殺一半 然後他的均線就往下走了 反而均線往下走 又被他 轉上去了 不知道是哪邊 扣底的關係 不知道 可是 這裡 往上走 結果他又跌破了 所以 這不行 不可以 那麼有把握 我說 越均 越K的 越 長期均線往上走 他就守得住 這 剛剛這樣看來看去 蠻多案例 都失敗 失敗的歷史很多 所以 結論就是 還是要避嫌 就 我們根本不知道他能走多遠 那就 覺得 就設個停森點 錯了就對 就避嫌 就這樣 如果很順 就抱著 那 從剛剛的案例 舉一堆案例 就證明 越K的均線那個支撐 或是 沒有百分之百準的啦 就是 失敗案例很多 所以 還是要 對沖 好 看起來 就是還是要對沖 沒有百分之百的勝算 這個 做單邊 還是要 避嫌 沒有 穩贏的 這就是我的結論啦 好 就錄到這裡 說 快 開 你